为期三天的中考今天开考 全市共有初二以及初三级考生 14858人参加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我市所有中考试试实现了空调全覆盖 今天上午首先开考的是 初二年级的地理和生物 下午初三考生正式进入中考模式 为给考生鼓劲加油 各初级中学也举办了各种活动 育婴中学的老师们身穿红色的战袍 与初征中考的各位考生机长加油 学校方面还提前组织好运输车辆 做好用餐计划 今年换了一个陌生的墙地 还有路途上各方面的因素 对考生的考试必然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们学校也果断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联系了汽车公司 对考生进行全程的接送 联系了交警部门 对交通进行疏导 同时呢我们学校的饭堂 也提供了全体考生的午饭 在备考方面呢 我们以不变因万变 而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心理的疏导 我们的全体老师 也是全程的陪学生进行复考 为给学生提供一个清凉舒适的考试环境的要求 是将语局结合我是实际 迅速调整了考点安排工作 将远先广大台山副中和大江实验中学 两个考点的考生 合并到台山桥中考点考试 将远先陪正中学考点和御英中学考点的学生 合并到陪英职校考点考试 其他22个考点不变 均在本校考试 各个考点学校都于7月18号前 全面完成了空调安装工作 确保了中考考场空调全覆盖 此外 受到疫情影响 英语科听说考试 也由原来需要提前进行 合并为当天同时进行听力和笔试考试 据了解 今年我市中考文化科考试时间 为7月20号至22号 共9门科 成绩总分为840分 其中 7月20号上午是初二的地理生物考试 7月20号下午至7月22号是初三中考 共涉及考生14858人 其中 初二级学生7649人 初三级学生7207人 共设24个考点 其中 初二级学生考试有268个试试 初三级学生考试有253个试试 中考评券从7月25日到30号进行 预计8月7号就会公布中考成绩 到时候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准考证去进行 网上查询成绩 本台记者张志强 廖宝成报道 notre一个试试 这么大的试试 tomar试试 这个台试试